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是郊西 一个是楼东 结果当时我们宜兰地区 只有一位学员 一位学员他是住郊西 当时我们工德会 有一位董事 他就住楼东 师父就跟我讲说 你找这两个人 来帮你的忙 所以第二件事情 就去拜访他们两位 他们也很积极地帮忙 帮我们找地方 找国务中心 果然在那一年 民国91年的十月份 两班终于开成了 我到宜蘭第三年 第三年 开班还是蛮顺利 阿生于师父 师父就跟我说 你要赶快 找一个地方 来建道场 然后不要说 每次上课的时候 到活动中心 下课什么都收起来 这样子 宜蘭地区 也三界万岭 不能安定 所以要建道场 结果找了一年多 找不到适当的地方 师父跟我讲说 那不然你都先找一个 临时道场 行事道场先安住 当时临时道场 就正好在江西 有个师姐他家 他家三楼正好是空在那里 我们就 后来就是 他有55坪 然后就在那个地方 当临时道场 后来就看到 这一块土地 这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 这块一定是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后山 是一个金星结线 它的龙边跟虎边 看到虎星跟臂星 然后这个农地的前面 还有个异带水 所以我都肯定是对的 张卦出来看 六合化六合 所以找到这个宝地之后 当时就很积极 当时很积极 你一定要把它买下来 一定要把它买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 thumb 家族 在世界上 在世界上 每个月都不替你 使得低身 天守凶寇 守千世 孤寒天下 孤寒地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的道牛尽公平 今天是玄天上帝聖诞之日 也是我们宜然道场 安坐落成好的好日子 因为有一群非常有缘的大菩萨在于南降生 为共同来推动人间境世界和平 所以在于南地区 很多很多的菩萨的隆天护法在这里降生 所以必须要在这里建设道场 我们各位同修你们整齿简用来顾持 所以大家共同的努力 共同的进心 给元徽法师作为后盾终于圆满 这是硬体的一个段落而已 软体的建设 心灵的建设 妙法谱传的建设 比这个建设 胜过百千万遍 所以我们今天感恩老祖 楼天护法 一皇大帝给我们这个一年和机会 能够在这里 又一个点在这里 肃力起来 肃力起来 当各位有烦恼 朋友有烦恼 可以鼓励他们来这里拜老祖 拜老祖所以 这边不要钱了 只要心理 大家愿安顺利赚大钱 大家一路走过来 到这里 下午 早上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学员 整个公司 自动自发 来做这个大嫂 所以这整个过程里面 真正好 所以我今天 在此 龙千罗罗孙子 所以我辞职 我辞职 那我来 承接这个任务 是帮我们的感谢 因为这个人 是四人 其实 可以 刚才这段议会 是没有 所以 所以 我 临持这个信念 他也希望说 我们的地区学员 大家 要信赌 大家同工的努力 希望说 不单是 微信中 这个法门之外 我们最主要的 就是要 利益更多更多的种子 所以 我是认为说 我们一来到场 以后 在一来 一点点 花光花肉 请 有更大的发展 会从这里来展现 那我在此 谈到我接触 微信中的过程 其实 也让人家 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当时我是从事于 制造业 因为就是看到 师傅的节目 认为说 这风水学人 非常好奇 后来就 跑到大凡市 去请法 当时我妈妈 就是身体 非常不好 经常 经常 在跑医院 不然就住院 后来就请到 大凡市的住址 的颜同禅师 来帮我们圆满 他就告诉我 他说 您家的瓦斯炉 冲到阳台门 后阳台的门 正好冲到瓦斯炉 所以你妈妈的身体 非常非常不好 灶台跟瓦斯炉 两个被吊 被吊 那马上就散过去了 后面就冲不到 没到 隔天早上 我妈妈竟然起床 起床 她跟我说 她昨天不知道什么人 帮我 我把我胸口上 一个大石头搬掉 所以我当时 得到这个信息之后 虽然我很忙 但是我心里 心里暗示 发现说 希望有一天 我如果有机会 来学习 易建峰的学校 我一定要把它学好 可以帮忙很多人 果然就在84年的年底 十月份的时候 第二届新华研究班 在五谷开课 所以我得到这个信息 就赶快去报名 就是因为这样子 结缘之后 到现在二十一年 我们当时建造的过程 到现在我们都没有 没有任何一点的违章 后来又加了很多的硬体 硬体是什么 像我们前面的维新通宝池 还有现在加一个凉亭 农边加个凉亭 还有人问我说 那你为什么要 树那么多旗干干干什么 那个有什么意思 因为宜蘭道场的虎边 虎边有一排公寓 那公寓就是白虎握浅 白虎昂头 所以里面 包括宜蘭道场当时 初期的时候 这些花木 在农边这边的花木 长得特别差 一直换植栽 就只长不起来 后来才按了七根旗干 在那里做画杀 果然花木 各方面 包括里面 稻草里面 人员的相处等等 都非常和谐 这个也是风水学 造无人类的 一个非常好的印证 放在那里 在夏天的地方 把花木 倒露 倒入 这个花木 也不一样 所以 没想到 那里 你会想到 这些花木 好 还不想到 因为这里很空旷 都是田 很空旷 所以你盖成三合院 它就会长风季气 而且它的东边 就太平洋 所以每次台风一来的时候 那个强风 十六级 就从我们的熔岩边吹过来 你如果不是 三合院来做妇杀 来保护的话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要寄出 也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也因为如此 我们在盖造过程里面 师傅跟我讲说 因为我们来正道 你以盖造的整个手油尺寸 包来包花 门窗 高度 全部都要裁本 我说好 就这样 结果我们真的圆满之后 结果呢 我们到目前为止 九年 路火安座九年 我们一来到场 还没有点过一个蚊香 所以我说 哪有可能 你转车和山中 哪有没胖 我也不知道 这是风水法的殊胜 我们初一 十五 都有为这些点灯祈福的人 帮他用换贝灾源供养 要把所有点灯 点灯的名册 要全部摒过 但我们今年 大概点的灯 差不多七千多盏 太衰灯了 点油灯 让它那个眼神光强 还有呢 我们有信众服务 信众服务呢 就用我们意经张卦的方式 帮信众来找到他真正 造成不如法的源头 到底它的源点在哪里 然后再去改善 一般我们都会建议 建议信同国的血缘 你们要祈福才能消业 所以我先称叫 为国序道为名祈福 这个宗旨要勤明大家来 大家来共襄圣集 所以道场在这里 结缘的过程里面 我是觉得说很感恩 这宜蘭地区 地区的乡亲 大家都很富质 要感谢 感谢老祖师生 给我这个机会 其实人年龄大了之后 到最后 只有把你人生的体验 用嘴巴把它讲出来 让友人跟你接触的人 能够得到 真正的解决的方法 所以这个就是最大 我只是认为说 人生的最大功能 所以领老之后 身体又有问题 其实剩余的功能 就是剩下这个脑袋瓜 所以还好 我在六十多岁 今年六十七 还有这个机会来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很幸福的 唯新圣教是二十一世纪诞生于台湾的新兴宗教 以七千年中华文化 与一经风水学为教义内涵 将世界所有宗教的真实意包容其中 化繁为简 直指指人心 在宗教历史的进程中 开启了全新的影业 唯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 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 曾三次化身于人间 其一是五千年前 宣言皇帝的国师 魏渔曲 他以易经阴阳五行 探讨人体与自然之气韵 成就中国第一部医书 《皇帝内经》 又发明指南车 祝皇帝大败吃游与着陆 其次是两千五百年前 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 又名鬼谷子 他在于孟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 培育出孙病 杭娟 苏秦 张仪等知名弟子 以宗衡学说统一战国乱局 著有回谷子一书 被后世尊为至盛 其三则为晚清时期 主张严禁鸦片的湖广总督林则徐 他不畏权势 心力除弊 提出诗仪之长迹以质疑 被史学家评为 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鬼于驱 鬼谷子 林则徐 这三位古圣贤的思想与作为 对中国历史发展 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 混原禅师 导驾慈航 再次释陷于台湾净土 圆满天下太平本愿 是中华儿女之福 亦是天下人之福 三十三年来 古圣禅师正道 行道 宏道 不曾间断 透过宗教与教育两大途径 例行消灾化节之法 欲教化人心之功 方有今日的唯心圣教 以及全球独一无二的 易经大学教育系统 古圣禅师以现代语言 重新诠释易经风水妙法 在台湾各地开班授课 造成一股人人学易经的风潮 又从学员弟子中 把着才德兼备者 培训成为宗门法讲师 共同推动红法志业 达到养贤蓄才 正名欲得 高尚旗志 天下太平的力教目标 树白长海内外红法讲座 电视红法 网络红法 两岸交流 法会奖金 混元传师把握种种时空因缘 将眼耳鼻舌深意所感 悉数宣说 并录影存证 再一一转为文字 应行出版 自1995年至2014年 总计出版书籍 一万五千余册 称为教门之重要法宝 统称为鬼谷子文化 在台湾弘扬法宝大集结 2012年10月 混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 深改维新圣教之教义真理 实为天下太平唯一之法 随即开始着手酝酿 金泽版法宝大集结之编印 由医药出版社社长 元和法师主导 并于2013年3月26日 王才老祖圣诞日 遵天法旨 将其定名为鬼谷文化 唯新稻葬 正式成为教门经典 流传千秋万世 2014年12月27日 第一阶段文字大集结完成 总数高达15615卷 等同于中华民族15615姓氏 卷卷不重复 卷卷都藏有心灵智慧之天机 2015年2月27日 台湾第28个宗教 而这套象征唯新圣教大葬经的唯新稻葬 除了供养于总本山唯新国务院之外 奉教主王禅老祖圣事 将同时典藏于全台九座分寺道场 以镇守十方法界平安 造福众生 宜兰道场位居后天八卦方位之东方正宫 负责守护地球东方 无尽虚空法界的平安 2015年9月25日 以未年8月13日上午7点 残济山仙佛寺��宜兰道场 举办隆重的唯新道葬开卷传葬法会 现场以36中72谷 恭迎唯新圣教宗族会员禅师开释 我们各位维新圣教 宜兰道场祝使元徽法师 举各位参与开建的法师 参与开建传葬 他的我们的讲师与所有贤士同修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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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今时 在宜未年 8月13日的 春时 佛光普照 大地充满了一片希望的时刻 我们在维新圣教 台湾净土宜然到场 深寒 起见 维新到账 开建传葬法会 早上一大早 我们中华山主 很感动的 开释 我们要感恩王产老祖书孙 把中华文化道童 七千年 在这个时刻 与台湾净土 世界和平灯塔的 台湾净土 大集结圆满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卷 渐渐都是天机密 渐渐都是由所有维新形式 你们都是 从南天光降下来的 诸佛菩萨的 圣身法身 以化身 三孙三孙荣为一生 天人合一的维新贤士 三孙三孙荣为一生 天人合一生 天罪 海变 五天一意 万有天理传世界 传世界 大家过一本年 在台湾政府 33年前的当下 南天门开了 一片台市 滑海茫茫 不择边际 到奎爱年 1月15日台湾祖书圣诞 这时候 亡产老祖 才在台湾政府台中 成立了医药寿 一路走来都是以疫经 风水 和宗教融合在一起 中华文化道童 属住7352年 到5000年的三族 到 孔子的时候 中间2500年 在宗教上是空白 2500年后 从孔子到现在来 才有宗教 所以王产老祖 慈悲 倒架吃寒 一大事 带领了所有我们 唯心 贤士 从修 大家天人合一 共同来完成天下第一 部的中华文化道童 华宝大集结的鬼谷文化 唯心道童 唯心道童 在今年的1月9日 成就 唯心道童的成就 是普玄菩萨 化身的 缘和法师 任劳任怨 毫无怨念的把 老祖书孙所传的 真理妙法 书夫为各位 虽然是上课 事实就是共修 邀请了我们所有 唯心贤士117位 和同学们 大家一起集结 在锦楼秘谷 日月不停 在五年内 完完全全把 唯心道童成就了 在去年 2014年的 12月26日 缘和法师 他把唯心道童 15615件 全部圆满了之后 集结圆满了 他就放下了 所以这个功德天 我们要感恩 联合法师 他的用心 用力 不借一切的毁欲 尊天华者 为国修道 为人类来祈福 所以而成就了 唯心道章 15615件 这是开历史中华 三族 五千年来的文化 生命命脉 所以早上 我们三族 祖先 皇帝 元帝 持有帝 三族 站起来 我来顶礼 站起来 也一起 坐记 会心 要我把 今天 三族的心声 讲给大家了解 中华民族 五千年来 纷纷 老老 打打杀杀战争 3760 大小战争 所以今天 维京道章是圆满 中华民族 15615姓氏 所有祖祖孙孙 三族 儿女的 团结了 一部经书 道章 为什么今天 在宜蘭道场 三族会站起来 坐记 相互问信 就遥遥指着 宜蘭道场 前面的天心池 都是圆容 两岸 三族偶礼的大圆满 所以 老祖开示 要在宜蘭道场 安奉一部 围京道章 也是在圆满 中华三族奥里 到 东北方耿工 无量无边 法界 三族儿女的三界万灵众等 皆得圆满 所以今天我们深谈 佛光普照到大殿 这是非常难得过有天命的 圆满法师 我是我们第二届的同修 他受天命 来到宜蘭道场 宜蘭地区转法轮 购一本愿 从现在当下太阳出乱的地方 过去无量无边法界 未来千秋万事 我们维新道章的法 妙法 是利人与利天 而我们维新圣教的法师 都是有天命 讲师有天命 贤士都有天命 所以今天 三主都透露 心生和根基 我当然 我也累寒的累 刚才在吃饭的时候 早上用餐 老祖开市 你要吃三碗 稀饭 我说好了 早上三碗 希望吃多下 若是今后 你要我吃三碗饭 当然我也是吃多下 大碗小碗而已 所以老祖书生 的慈悲 三主的慈悲 希望我们所有的同修 奔着 为我修道 为民祈福 的本愿 大家共创 台湾平安 世界永和平 农天护华 宝昌生化解 甘国习战争 愿人心相疼安 同其世界永和平 这次维新圣教 所有维新贤士 共同的天命与本愿 和各位的功德天 今天我看到 我们这么多的同修 回来参与 我们的开卷 我很感动 所以我一直 话讲不出来 终于三主 开圣口 开口了 当然我也跟三主 祈求 保佑 加持 三主 而你 要有 慈悲心 要有爱心 不要以大欺小 肉肉强食 不要再有 未来五千年的 三千七百六十大小战争 那即是光明天 那即是世界和平 人间成为一块维新 一块维新 一个很重要的 要到前面的天心池 绕一千两千三千都可以 依过人的时间 这是中华三主 为民祈福 为三祖 为三祖 为你的圆荣 而深含 开圆 传账 大华会 在这里祝福 我们国家 封调 与盛国泰平安 世界各国都能 封调 与盛国泰平安 世界永和平 祝福今天参与开圈的 所有法师 讲师 闲事同修们 大家不会增长 大家身体健康 大家事业发达 家庭圆满 佛学 天下永太平 以为大家的本愿 祝福各位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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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圈仪式前 由范辈法师 恭送教门经典 庄严谈成 并回向十方法界 随后进行洒进仪式 音乐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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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融、圆通、圆聪、圆堂、圆陵、圆智、圆音 奉十二位法师负责开卷 代表十二帝之 法师们分作大殿中央六个方位 以代表六方弥合 另有讲师二十四位 即来自宜兰、卢州、土城、淡水、花东、基隆等道场的 益金大学各界学员同修 共五百多人参与传葬 范贝声中 宗主火源禅师亲手传出第一函 象征星火相传、法脉相续 学员同修交互排列成长长人龙 将道藏金函 接力传送至开卷坛城 由讲师双手统至法师面前 法师们翻开金卷第一页 慎重地盖下双绒印 以及梵文的旺字 为金卷开光加持 开卷完毕后 交由贤士同修 接力传送 绕行宜兰道场前方的维心通宝池 在回船至老祖殿内的金宝库中 依照顺库 叶祖先灵归心 万死在 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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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我阿弥陀佛 善我阿弥陀佛 现在是3点 015分 刚好3 3天014分 刚好就圆满了 好 那我们现在 就交给 宜蘭道場住宿元徽法師 也是維新聖教藝丁大學 維新聖教學院教授 元徽法師 請你收下 展基山新佛寺宜蘭道場 於2015年9月25日 已未年8月13日 自上午卯時至下午會時 圓滿完成維新道帳 開卷传葬法儀 宗族混元禽師 親自坐鎮宜蘭道場 於传葬圓滿時慈悲開示 各位辛苦了 今天早上七天準時生涵 佛光從東方照進 依然到場 王臣老祖聖殿 深潭宗經 開始傳葬的時候 王臣老祖聖殿拿到一支很大的良傘 帶著整個宜蘭地區的天空 看到各位同修 都這麼高興的 而且這麼開心 各位的列祖列宗 本應 祖天聖殿佛菩薩 也都光降 來到宜蘭道場 加持冠領 還有我們所有賢士同修 在這裡如一條 到長江的水的龍神 繞著宜蘭道場前面的天津池 將維新道場一萬五千六百一十五卷 一一的獻給我們的所有的法師代表 一件一件一步一步的 蓋歐的法運和燒農運 這已經確立了 維新道場在台灣東北方的 守護的東北方 到無量無邊空間法界 東北方的微塵世界 三界萬零 未來季接著 仰仗王產老祖 慈悲六位祖師 天威加持冠典 尤其中華民族一萬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 列祖列宗 仰仰著 維新道場一萬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 驚聞錘一見 為天梯 借著回歸自信淨土 維新淨土 以希望極弱世界佛淨土 將歸自信淨土 將歸映 所以今天我們現在為時圓滿了 六位祖師如來 龍天護法 他們要 回去 天界法界 好 我就請元徽法師 八卦八荒 過點六隻 鄉 感恩 姚慈姬母 皇帝族 元帝族 還有九旅 室友帝族 聖靈 即五十三位如來 聖靈 奉誦 然後 以 精 精 精寶法院供養 寇謝天文 精寅財博 化為連臺 奉誦 各位 無量節來 你們的列祖列宗 祖祖靈 靈歸 極樂淨土 南天淨土 承秀自信 佛淨土 佛淨土 有的滿變 好 那一山 天空 活光普照 天門 打開 灌頂 所以 今天的 船葬開卷 船葬法會 是圓滿 好 本維新聖教 維新道帳 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 第一部中華無納道統的精寶 是世界和平的燈塔的一龜 宣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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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天 漂亮 宣佛寺 都地 台中道場西方法界事件 8月8日台中道場的法會 正逢台灣幾年來最大的颱風 颱風源在日政當中的時候 到了台中道場開了颱風源 將台中道場為新道場開券的法院 奉送給西方 無量是沙純 微塵世界的三千萬年供養 在9月9日 就由大安寺開券 今天 9月25日 在宜蘭道場開券由原來法師所主持 下一趟 開券在台南道場 我們陸陸續續的 最後一潭在土城安心道場 圓滿了 然後將所有 我們 開券 做法儀 化為揮堡 以9月9日 九九重陽 有維新聖教法師 將精寶 揮堡 全部供養 在台灣 所有座山頭 供養 三河 西建 三河大地 法界眾生 接著蒙獸 仰葬王譚老祖 吳天瑞家屬冠嶺 所以今天的法會 也 非常的圓滿 也在這裡祝福 各位同修 你們辛苦的結果 得到不會增長 家裡平安 四月順利 開關後的 維新道場 一萬五千六百一十五卷 將永久保存於 宜蘭道場 守護地球東方 無盡虛空法界的平安 祈願天下太平 世界有和平 無盡虛空法界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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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盡虛空法界 無盡虛空法界的平安 無盡虛空法界的平安 không served tracy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